大家好,今天中国的央视报道 中国海警发布了在厦门金门海域执法活动的官方通报 2月25号,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军查 与此次通报一同发布的还有中国海警开展此次执法任务的三张现场照片 照片显示中国海警14608件、2202件参与了此次任务 此外,台海巡署小艇也在图片中亮相 并在中国海警的注视下行驶 此次中国海警发布的通报和图片释放出强烈信号 中国海警在金门海域执法力量得到提升 相关部署也意味着中国海警在金门海域乃至台湾海峡执法活动 不仅将常态化 而且将突出维护主权和行使管辖权维权执法 中国海警在1月18日发布的通报中表示 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在厦门金门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25号发布的通报表示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中国媒体强调 中国海警直属二局大吨位的执法船2202、203舰 都参与了此次执法任务 这无疑是对现地力量显著加强 无论是2202舰还是203舰 都是长期参与维护五国海洋权益行动中 在中国的钓鱼岛附近 海域长期开展维权行动 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执法非常专业 两艘执法船的加入不仅在吨位上 对台海军署有压倒性的优势 而且执法能力更胜一筹 中国海警此次发布的14608舰 202舰的现场照片 中国海警舰船驶向金门岛的画面 其中14608舰还与金门岛同框 而且202舰还有两艘中国海警的执法船 形成编队航行 而202舰一旁活动为台湾海巡署舰艇 相比之下 202舰优势明显 中国海警直属力量加入 显然是对台方打破金门海域稳定局势 和两岸默契的一种针对性的回应 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海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维权之法 无论是中国海警的直属执法力量 还是地方执法力量 平日都要承担这一支 但侧重点会有所区别 地方海警力量更多是在近海海域开展对内执法活动 而直属海警力量活动范围更大 更加侧重于开展对外海上维权 更多的参与到维护国家主权行动中 这一指向也体现了在中国海警相关表示中 中国海警此次通报中表示 此次巡查期间 海警舰艇采取编队航行 识别查证 警戒护语 喊话警告等措施 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 那么一般情况下 识别查证 喊话警告这样的措施 更多出现在中国海警针对外国船只开展的维权行动中 在针对本国船只的执法行动中较少采取这样的措施 这一变化也凸显 中国海警在金门乃至台湾海峡这一特殊海域 更加坚决的执行管辖权 把中国领海更好地管好 此次中国海警发布的现场照片 多次出现台海巡署舰艇的身影 那这也传递了重要的信号 显示了我方立场 其中一幅照片显示 在2022舰行驶工程中 台海巡署的船只做了掉头驶离的动作 另一张图片中 面对我方国舰 台海巡署的船只只能驶离 这些照片的警告意味很明显 等于是告诉台方 厦门金门海域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 而且我们绝不承认台方 在这一水域的管辖执法权 我们的海警船有权 在这海域开展示法活动 我们的渔民也有权 在这海域长期从事渔业活动 那福建渔政2月20号也发布消息 为维护夏津海域渔业生产秩序 2月25日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调派两艘渔政执法船 在夏津海域开展渔业执法 当前正值渔业生产旺季 福建省渔业渔政部门将根据需要 进一步加强海上执法力量 开展常态化渔业巡航执法行动 保障渔民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那此次海警的执法行动显示 未来中国海警在这一海域 实行执法活动不仅将呈现常态化 而且力量配备也将发生变化 未来金门海域乃至台湾海峡的 海上执法活动会更多交由 中国海警直属部门管理 直属部门的执法力量更强 配备会更加合理 那如果两岸关系恶化 或是台湾方面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的执法力量也会进一步升级 那后续中国海警应该会在金门 甚至台湾海峡维持执法力量 在整个台湾海峡发挥作用 维持这片海域的安全和秩序 那这一过程中 台海巡署在这片海域的存在空间 会被大幅压缩 台湾海巡署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中国媒体也分析 美国在春节当天宣布台湾方面 在金门澎湖进驻 绿色贝雷帽美特种部队 随即在金门海域就发生了 中国渔民翻覆事件 中国海警在金门 常态化巡署 中国大陆分析 这实际上打破了美国方面 美特战部队进驻金门的 整体战略布局 美方没有料到 春节期间会发生中国渔民进入金门水域 翻覆事件 美国其实并不想 现阶段就在金门方向发生摩擦 美国希望的是美国的特种部队 能够悄悄的进入金门 澎湖不被中国方面抓到任何把柄 但现在来看 中国方面在金门 在澎湖 中国方面的执法力量 实际上已经开始对金门澎湖 包括美国 包括台军开始展开封锁 这是让美国始料未及 中国媒体也梳理了一下 现在的很多消息显示 金门翻船事件之后 美军才派陆战队进入金门 其实早在事件发生之前 2月14日之前 美军就做出决定 派美军顾问绿色贝雷帽 常驻金门 澎湖 陆军两棲营 这个实际上我在春节当天 我就给大家汇报过 这个情报 我这个频道是第一个给大家汇报的 那当时金门水域 这个翻覆事件还没有发生 我就给大家汇报了 那么不定期的将驻训各特战营 美方先前发布的是 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 也就是美军特战合作组 常驻桃源龙潭特战指挥营之后 美方进一步 威胁核施压 并将驻军厦门澎湖 那么美方是要准备在台海 做施压 极限施压动作 拜登其实并不希望 在台海与中国大陆开战 美国想尽一切力量施压台海 包括军售派军队顾问常驻 甚至炒作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但这些前提都是要 台湾方面不宣布独立 那在美国看来 台湾牌打得越响 就有更多和大陆谈判的筹码和机会 进而以此逼迫中国在别的领域 答应美国的要求 而谈判以后 美方最多就是口头承诺 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首先美国为什么不想让台湾宣布独立 首先台湾宣布独立会破坏现阶段平衡 台湾问题只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利棋子 一旦台海局势生变 那么美方获得的既得利益 不仅可能会吐出去 甚至会被迫参与进战争 这对美国来说 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不利 因此就目前阶段 美方不想打破平衡 但台当局不一样 民进党的赖清德胜选后 比蔡英文更加急 赖清德甚至希望马上宣布独立 但这样的做会毁了美国的大的局 尤其是现阶段美国已经在乌克兰中东地区深陷 泥潭 于是美国给赖清德派了一名军师来监督赖清德 这个人就是肖美琴 肖美琴长期在美工作 与美国有很多政客走得很近 他本身又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连国籍现在查证都是美国的 虽说为了选举把国籍改成中国 但在台岛 他的国籍实际上多方受制疫 因此赖清德胜选后 发表了和他先前拉票时有些矛盾的言论 称将会维持现状 那这背后就是美国的意思 但赖清德骨子里是台独顽固分子 是一定要在别的地方找捕的 那么就很可能利用围海巡署 挑选中国大陆特别在金门方向 只不过这个金门的翻船事件 比各方预想的发生要早 在台当局频频针对大陆态度行为 愈发恶劣的必然结果 所以台当局人为的必然事件 导致现在台海高度关注金门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 台当局实际上是彻底的毁掉了美国 在台海的布局 美国方面是想把矛头的源头 引在美国自己身上 这样大陆谈判的对象就是美国 造成一种假象 就是只要大陆积极的和美国谈判 答应美国的要求 那么台湾就能和大陆越走越近 因此美国能借此向中国提出 比如让中方出面调解巴以冲突 在鸿海施压胡塞五状 以及和叙利亚伊拉克沟通 让其不要袭击美军基地 因此在这个逻辑上 中东局势是台海息息相关的 进门发生这样的事件 美国高度关注 美方的事件逐步发酵后 急忙发来信号 称美方继续敦促保持克制 不要单方面改决现状 几十年来 现状一直维护着台湾海峡 和整个地区和平稳定 并且敦促大陆和台湾当局 进行有益的对话 以减少误判风险 经过上面的分析 美方的信号意思非常明显 美方想要维持现状 这是因为现在美国 还抄不开身来对付中国 台湾牌是美国和中国谈判 维护出不多的重要筹码 最起码现在是绝不能出问题的 对于这一点台当局甚至也清楚 一旦搞得太过火 惹恼了美国 那么台当局随时可能够从棋子 从棋子变为棋子 所以能够看到事件发生以后 第一时间台当局并不怎么配合 但是中国海警出动以后 引发了岛内热议美国的关注 并且大陆海警首次登船检查台湾的游船 台当局因此对此事不主动介入 实际上表示了台当局已经开始退让 总的来说 在这件事件上可以看到台湾问题并不是孤立 是被美国高度捆绑在中美之间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 台海也面临新的风浪 从现在大陆媒体的分析来看 和我之前的判断也是一致的 从现在大陆媒体认为 现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本来想在台海方向驻军 派大概七个人左右 现在我从各个情报员获得消息是七个人 而七个人是经常要轮换 他并不是要长期待着住 是要进行长期轮换 那么这七个人是主要负责情报搜集信号 还有一些教学任务 那么美国是希望能够悄悄的进行 一方面美国和台湾之间 有驻军相关的先例 所以大陆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美国悄悄的做 能够对大陆施压 但是现在因为中国在金门 两名渔民被台湾海巡署撞成死亡 大陆现在可以利用海警封锁金门 那么实际上由过去美国占主动 就是美国在金门方向对大陆施压 现在反过来是中国大陆可以封锁金门 对美国对台湾施压 那你看现在实际上呢 美国在金门的这些力量 台湾在金门这些力量 反而不能够对大陆施压 反而自己变成了大陆的一个俘虏 就把你围困起来以后 那你美国你台湾 你要跟大陆进行谈判 要进行沟通 你才能化解现在危机 所以可以看未来中国在台海 在金门这种常态化巡航 甚至到澎湖 这都是中国未来的行动的一部分 就是你如果你在台海 要打台湾牌不断的挑动中国的话 那我中国就配合到底 而且我中国也可以把你这些离岛全部封锁 那到时候呢 不是我来找你谈 是你来找我谈 另外美国现在呢 其实非常明确啊 就是不希望改变现状 美国这个讲得很清楚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打仗 美国现在不希望现在打 因为现在打的话 他首先会失去台湾牌 一旦打起来以后 他知道结果 是中国收复台湾 没了台湾牌 那美国未来就根本不可能限制中国 和中国讨价还价就缺了一个筹码 所以他不希望赖清德 也不希望大陆 改变现在台海形状 现在要对抗 要各方讨价还价 不要武力 打枪的不要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赖清德坐不住了 赖清德通过各种手段 命令违海军属 对大陆渔船进行这种骚扰行动 甚至开枪 甚至撞船 来刺激大陆 结果造成大陆抓到把柄 派中国的海警 封锁了金门 那这样实际上 赖清德非常着急 如果这个事件继续发酵的话 赖清德不但不能阻吓大陆 不但不能在台湾里上 他占得先机 反而被大陆包围了金门 甚至未来长期大陆可以封锁金门 那你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你难道不要金门了吗 你说你赖清德 你是援助金门 长期消耗台湾 你不援助金门 那你的支持呢 那台湾人看看现在金门 你连金门都维护不了主权 你未来 你还想维护台湾主权吗 所以可以看赖清德 现在实际上是热锅上的蚂蚁 他非常为难 这个事情未来只能升级 因为台湾方面挑衅 记住这是台湾海巡署 冲撞大陆一面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这些台独分子 他们脑子里总有一种幻想 就美国会自己去死 他就没有想到 美国只是把你当工具 实际上现在来看 中国福建省都不是金门 都不是厦门海巡了 是福建省的海景了 那未来呢 实际上在金门方向 在澎湖 还有在马祖方向 中国未来的海景 进行常态化巡航 就是对金门 马祖 澎湖 要进行封锁 宣示主权 对整个台湾海峡 宣示主权 非常清晰 就像中国海景 在鲦鱼岛一样 而是福建省 而且吨位更大 而且常态化 现在很多台湾人 总幻想 过两天就结束了 大陆你还能长期在这巡航吗 就是要长期巡航 就是要长期巡航 过去台湾和大陆的默契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 你去问问赖清德就知道了 所以可以看 台独给大陆 我觉得送来了大礼 台独越对大陆进行这种挑选行动 反而现在越符合大陆的利益 因为大陆最后的目标是武统 我过去碍于你 一直喊两岸一家 都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很多动作不能做 那你现在既然换成了台独 你现在既然对我挑选 那我该做的我就要做 所以我一直在讲 赖清德上台对中国是好事 这是武统的胜利 未来的方向就是奔武统去了 赖清德可能幻想中国大陆 解放军 中国海警都腐败 都打不过台军 打不过美国 一触即溃 脑子里还这么幻想 很多台湾人还这么幻想 咱们可以继续 我觉得可以继续 你继续挑衅大陆 对吧 下一步在澎湖 在马祖 你也可以继续挑衅 挑衅的结果就是解放军离你越来越紧 你触碰一下解放军 你看看中国是不是一触即溃 你试一试 对吧 你台独 是不是 你不到最后一刻 他们都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一直在说台独上台 就是武统的胜利 台独上台 为中国未来完成国家统一 我觉得实际上变成了整个外部环境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次台湾大选 我一直在讲 中国做好了武统的准备 赖清德上台 也就说明了中国和美国都准备在改变台现状 那么中国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 中国完成国家的统一 这是世界问题